公務委員開始資訊 謝謝主席 有請主記長跟省記長 好 兩位請 主記長找 省記長找 第一個簡單的問題 先請教一下省記長 我在5月12號 我們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曾經有跟你請教過 就是在2010年以前 華視他們 你們那個時候的審計報告 做得很用心 查出2012年以前 有幾千萬帳目不清的問題 那那個時候你答應我說 他們會組調查小組 針對這件事情會開始調查 請問目前進度如何 是的 謝謝本主教 就是在華視的部分 他們幾乎發現 整個在帳戶裡面 有出現超過 兩三千萬帳戶的差異 那這個華視的帳 他是委託會計師 來查核 所以這裡面 我們除了說 請這個教育部 他們來 督促這個相關的 這個 主派的輪延來查核以外 我們也通知 請他們要去進一步去追究 這個簽證會計師 他有沒有在業務上的一些切書 那麼到目前為止 就是他們一方面 委託這個會計師 來進一步去理清 這個財務收入的一個差異 就是在今年的三月分來 進一步委託快速去查核 那麼到目前 整個這個查核工作 還在進行中 我們會繼續來 沒有 我上一次問的 剛剛您所講的我都知道 但是我在 比較沒有辦法理解的是 我上一次問的時候的進度 您今天說明的內容 我看我上一次問的時候的答案 差不多是一樣 我上次問是說這個事情 已經出現了這麼久了 那到上次問的時候是隔四年 現在從五月算到現在 也隔四個月了 那這個進度 在調查上面 現在是完全交給華氏他們自己做 還是審計部有參與 是的 給我一個報告 就是這個部分是由華氏 他委託會計師 還有他的內部集合 那因為他在三月分委託會計師 到目前已經幾個月 所以我們本部在7月底的時候 我們再進一步催他 請文化部不是抱歉 文化部不是教育部 請文化部來提供 他整個這個後續 包括他委託會計師來 他們有沒有說還要多久 那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在7月底花文 我想我們再繼續 來盡速來 沒有 這個部分 可能麻煩審計部這邊 不要說督促啦 就協助文化部 或者是協助華氏 看怎麼樣把這件事情 把它釐清 因為畢竟數千萬 這也是納稅人的錢嘛 對 好 我們會 謝謝 謝謝沈記長 那馬上請主記長 文言好 那個今年啊 在整個總預算的編轉上面 雖然有符合林權院長的承諾 那稅入稅出的差距 1523億 然後再加上 還之前的債2663億 比去年度 進步一點點 去年是 2266億 那大概進步了3億元 那只不過說 在目前的這整個狀況下面 等於是我們每年 還是舉債 來符合這個預算 還是舉債符合這個預算的狀態 那當然這個會牽涉到我國 整體上面的財政改革 因為每年這樣子舉債下去 我相信主記長應該也同意我的看法 這絕對不是辦法嘛 是的 好 那其中 跟你的預算數有關係的 就是公股四股的預算 那公股四股啊 這件事情 我大概看了 我們過去幾年 有關心這個議題的委員們 提出來的意見 大概有兩個意見的方向 第一種意見的方向 認為是 過去的主記長 事實上是在符編預算 怎麼樣說符編預算 因為他必須要編公股四股的預算 稅度才會增加嘛 所以他稅出也才可以相應著 把它弄上來 才不會讓舉債的數字 這麼難看嘛 那過去這一種被指責為 符編預算的方 就是被指責為符編預算的方式 我很驚訝 在今年 又看到了 那第二種方向呢 是 大家關心在公股四股了以後 我們是不是等於是 在出賣國家的財產 用這樣子的方式啊 來去過日子 那長此以往的話 我們會不會喪失 我們對於重要國營事業的控制權 就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請主計長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年再度編這樣子的預算 主要的考慮是什麼 只是說帳面上好看 我們絕對不會執行 還是既然我編了預算 就是我有決心 要把這個預算給執行下去 的確因為我們是為了 稅入稅出達到某一個平衡到 所以我們會編列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按照最近幾年來 都因為是那個 付稅的這個徵收情況不錯 所以都沒有執行 最近幾年都沒有執行 那一個是等於是說 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逼不得已的時候 才去賣那個財產 那事實上 我們都會儘量 在執行預算的時候 稅出讓它不要有那麼多 我儘量去節減比原來少 主機長您這樣講我了解 我簡單化約你的話 這個在你們的整個財務規劃裡面 是屬於備胎的性質 對 就是只要我的稅能夠多收一點 這就不用賣 那萬一我稅沒有 我稅出也把它節減一點 就是你多收入嘛 或少支出嘛 那這個就不會賣嘛 所以這個再編起來 是屬於備胎的性質就對了 我可以接受委員的意見 沒有啦 這不是我的意見 現在我是把你的話轉成 百話文 大家聽得比較懂一點 但是齁 你們在編整個預算的過程當中 剛剛您講的那種備胎式的回答 對於我剛剛所講的那兩個疑慮 事實上都沒有解決 我為什麼說都沒有解決 就是實際上面你的確是為了要讓帳目上的數字平衡 所以把這個預算編出來 這樣說沒有錯嘛 那萬一真的要賣的話 因為你大概沒有辦法期待說 把我每年稅多收一點 那代表的是你一開始在編預算的時候 稅入的編 基本上估計是有問題 或者是你稅出的時候少支出一點 那也代表你預算在編的時候 事實上也是有問題 也就是按照你現在預算書的編轉 你如果全力的這個政府按照這個預算去執行的話 現實上這些股票是要賣的對不對 是的 不過我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有快兩兆的預算 這個是200多億的話 大概只佔1% 我們實際的稅收因為受到過程 你剛剛講那個觀點 可以解釋第一個 就是人家指責你們福編帳面上面好看 只有1% 但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現實上發生 真的要賣股票的話 對於你們現在所編的 要賣股票的部分 包括了說大家質疑你們違反 立法院之前的決議 要賣中鋼 因為你現在賣完了我幫你算 現在是有20% 你賣掉了以後會剩下17.8% 那之前立法院是有做過這個決議 還是你覺得這個決議其實是N年以前做的 根本現在都不要去考慮它 我必須跟委員報告 因為根據那個預算法的規定 要處分資產一定要先 大院同意 所以我們先 那個真的像委員所講的 是有備胎的性質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相信你這個預算數的編轉 都是真心誠意的 這個新政府要全力的去實現這個施政的目標 那這件事情如果發生的話 試股以後 中鋼的股數會掉到17.8% 那你也要賣兆豐 兆豐的股數就 然後財政部的持股會剩下7.1% 這政府的持股不斷下降 那就這個部分 你們會不會擔心說 對於整個國營事業控制權的穩定性 造成任何影響 還是你可以跟大家保證說 委員不用擔心 我們即使賣了這些股票了以後 我們對於這些國營事業的經營權 都可以非常的穩定 因為事實上就趙鋒的部分 彭華南總裁也提出過相同的問題 就目前來講 我們處分的金額並不很多 不會影響實質控制 你可以跟大家做這個保證嗎 就目前來講 我可以做這種保證 好 下一個就是你們今年最新發佈的 我看了這個數字覺得 一樣啦 這是五等份 家戶所得跟個人所得的 對 家戶所得的貧富比大概在差不多的狀態 對 那個人所得的事實上還有下降的趨勢 對 那我知道 我想主記長應該知道 我接下來要說什麼 就是這五等份的 某個程度上沒有辦法反應現實 對 所以上次我們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有秀這個給你看 這個我們交換過意見了 就是我國的貧富差距 事實上是在不斷擴大 那個時候你承諾我說 你們可以做得更細一點 要朝向這個方向努力 那我現在要再問一次主記長 你們還要努力多久 我們這個是有目前在跟中研院的經濟研究所在協調 因為他們也在做 那我們目前呢 利用他們的資料也利用財政部的資料 沒有啊 可是中研院的資料是用稅端的資料 對 那你們這邊是用survey的資料 對 那你們每年的survey都在做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survey的data 因為已經去識別化了 而且是aggregated data 那你只要就中位數 十等分位 二十等分位 把它切出來 這個數字就可以呈現出來 這個有這麼困難嗎 可是我現在所擔心的 因為我們那個只有那個一萬兩千多戶 那個分的太細的時候 恐怕主句之間的代表性會有問題 那沒有關係啊 你只要當初在抽樣的時候 是符合社會科學方法上面的抽樣 那你把那個分 你把現在那一萬多戶的sample去切 你切出來 你也沒有造假數字 那至於說在統計上面的偏差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去解讀啊 因為主席已經站起來 我只要提醒主記長 你有答應過我 你這件事情要努力 我也很有耐心 我不斷的在等 我還是願意相信主記長 但是這個事情加把勁 趕快把它做出來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